哈囉大家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久違的彩妝 那這次主要幾乎都是韓國的彩妝品 會有三盤韓系眼影盤 兩款韓國新出的底妝 那還會有Salon新出的四宮格眼影盤 以及它的眉筆 那我們就直接從底妝開始吧 首先第一款要來試的底妝就是 CLEO出的貝殼氣墊 你們看看就連它的盒子 都真的做得超級漂亮 非常的有質感 那它這一個每一個氣墊裡面都會附一個補充替換包 然後我使用的色號是3BY 這個色號還蠻適合我的 那就先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外包裝 裡面它有附一個水滴型的氣墊粉撲 那我覺得這一個氣墊粉撲 我將三隻手指頭伸進去 是有一點點鬆的 相較於一般的氣墊粉撲 它是做的可能比較大 比較寬鬆一點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水滴型粉撲 很好服貼在臉上 但是它的好用程度呢我覺得就普通吧 就是一般的氣墊粉撲 我覺得最好用的還是那個Pony Effect 還有之前我年度最愛的氣墊裡面 介紹到的Java Nesayu 那一款氣墊裡面的氣墊粉撲也非常的好用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上在臉上 這一款氣墊呢你輕輕的稍微按壓它一下 就可以沾到非常多的量 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壓得太大力 那我就先上半邊臉 其實通常這樣我都還會再拍一點來這邊 但是今天要給大家示範一下 兩邊不同的樣子 你們看現在上完半邊臉 是不是兩邊差超級多 這一款的妝效呢它是比較偏輕薄水潤的 你知道我第一次拍上它的時候 我有被它嚇到我想說 CLIO不是通常都是阻擋那種高遮瑕 然後我算是粉感會比較重 妝感比較重一點的底妝 然後這一款呢它真的有經驗到我 因為它算是輕透水潤的 但是又有一定的遮瑕力 你看它的遮瑕力 我會覺得很深 它的遮瑕力大概可以到六成 而且它是這樣偏光澤的 就蠻適合 油肌偏油肌在冬天 比較冷的時候使用 像前幾天不是寒流來 然後每一天都下雨 就真的很適合使用這個 外面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放煙火還是鞭炮 請大家見諒那個背景音 再來我覺得它修飾毛孔的能力也還不錯 而且它是一個蠻自然提亮我的膚色的色號 好我整臉都上完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半邊臉我不是先上嗎 然後經過了大概三十秒到一分鐘的時間 它這邊的光澤有被皮膚更吃進去一點 妝效有看起來更服貼 這邊就是看起來是會稍微比較光澤一點 這款氣墊我是還蠻推薦的 它帶妝一整天的持妝力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到晚上啊它也不太會暗沉 然後它也沒有什麼服分 就是一整個很服貼在臉上 那再來呢現在還需要戴口罩嗎 我覺得它戴上口罩之後是不會讓你感到悶悶的不適感的 所以它的舒適度還有它的整體我都很喜歡 接下來第二款底妝就是韓國小眾品牌 Amuse 2的 然後這款粉底呢是孔孝真拍的形象 早就是把它拍得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粉底非常的奇特 它的上面呢是遮瑕 下面是粉底 所以它就是一個很方便帶出門良用的一個底妝 那我自己昨天有先把這個的畫面拍起來了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我對它的心得 而這個色號是01 Fairytune 我覺得它粉底的色號對我來說是OK的 可是它的遮瑕太白了 就是我想要把它遮在我的黑眼圈的時候 因為它的顏色太白 以至於我的黑眼圈感覺就是越遮越髒 就並不是那麼的好看 而且我覺得它的遮瑕力也沒有到很高 那再來粉底液的部分 它走的妝效就是服貼然後偏微光澤的 戴口罩也是不會悶的那種 粉底對於毛孔的修飾力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但它的遮瑕度有到中上粉底的部分 但是遮瑕的話可能就是因為色號的問題 但是我就是後來在小紅書上面看到 大家都說遮瑕很好用 粉底的實妝力一般般 我就怎麼覺得我的心得是有點相伴 我是覺得遮瑕非常的普通 而且遮瑕是會乾的 就是你遮瑕一上上去 你就可以發現它還蠻不服貼的 甚至是有一點點卡粉 那粉底的部分的話是真的還蠻不貼的 我覺得乾肌是還蠻可以使用它的 那我自己帶妝一整天 我是都有定妝的 然後也有噴定妝噴霧 我覺得持妝度還OK 就可能到晚上這邊可能會有微微的一點點卡粉 那整體來說這一款我是覺得就是 比較普通比較可惜的一個產品 不然它的包裝其實做的是還蠻奇特的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眉筆 是我們的老朋友手弄的天生好手集系三角眉筆 這一個老朋友呢 他有出現在我前年的年度最愛裡面 但是我當時買的色號我記得是咖啡色 有點忘記是哪一個 那這次呢我又在新購入了這一個色號 它是四號灰色 那我覺得它超級適合我的髮色 因為我就是自然原生的黑髮 我頭髮真的超黑 有點烏黑亮麗的感覺 營養太好了 唉唷 但是你們看 我昨天在用它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畫眉筆的這邊 它會變這樣欸 它就有點解體了 現在才正常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刷頭 是不是很細 它是一個很細三角水滴的形狀 那另一條就是它的螺旋眉刷 有點困擾欸 我現在真的很難打開它 但是我之前用的那一支完全不會這樣 我不知道是我拿到瑕疵品還是怎樣 那我就直接來畫一邊的眉毛 我真的超級喜歡這種細一點的頭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好勾勒你的眉型 像我這種尾巴需要這種比較細的線條的時候 它就很好的畫 因為我有另一支新買的 Maybelline新出的眉筆 我買了它真的是很失望 因為它真的超粗 然後超難畫 我在想要不要介紹它呢 但是我今天不想要用它來畫眉毛 因為我晚一點要出門 如果用它來畫眉毛的話 兩邊顏色會不太一樣 就會覺得很奇怪 而且我也沒有很推薦它 我等一下拿來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一邊眉毛就這樣快速的完成了 是不是超級快 它的筆心真的是非常的滑順 就是很好畫 然後它的顯色度是適中的 就不會太過於聲音 給你們看Maybelline新出的眉筆 是不是粗細度就差超多的 是沒有到超粗啦 可是就是對於我自己 平常要描繪這外框的時候 它很容易畫一畫這邊就突出來 然後我變成說還要再用手去把它稍微修一修 然後化妝的時間就會拉長 所以我自己就是對於這點 並不是很滿意 我直接把兩支來做對比 真的粗細度差很多 在進入到眼影盤之前 我想要先來上個這個唇釉 它是Telipella 跟這支熊熊第二次聯名的產品 之前有接收到過它的眼影盤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但是這個唇釉呢 我用起來很喜歡 而且它的包裝超可愛 超級適合拿來送禮 你們看 它就這樣一大盒裡面 裝著這一個吊飾 欸我還拿相反扁欸 裡面有這個 吊飾 熊熊的 然後 重點是它這個唇釉真的長得 OMG 小奶瓶嗎 這個很好看 然後裡面的顏色也 很棒 我這幾天 還蠻常用它的 我就直接上給大家看 你們會看到我這支 指甲這邊的框條掉了 是因為我一直碰水 然後 我要掛東西 就是手一直摳東西 所以它就掉了 所以 大家這個假裝 當中沒有看到 它這個顏色啊 你們看 是不是超級歐美 而且它有點像是 KIKO的 433434那個系列 它就是 歐美土 棕色 然後帶有 一點 螺粉 但是這個顏色它 最好是你有化妝的時候 再擦 如果你今天化的是 超級淡妝 像我現在還沒有眼妝的時候 我覺得 會比較 沒有那麼適合 擦完的妝效是這個樣子 它的質地就是 一般傳統唇釉的 奶霜狀質地 是不會覺得很厚重啊 但是它就是一個 有存在感的唇釉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 很好看 還蠻有個性的 歐美風 那我們今天眼影盤呢 總共會有四盤 會有這兩盤 這個是手動的 還有這個 五年的 很可愛的 MUDE跟 ETUHOUSE的眼影盤 那我今天想要拿來上演的是 MUDE的這一盤眼影盤 它是韓國網美 RAMY的自創品牌 睫毛膏很好用 然後呢 它現在最新出的這個眼影盤 它就是一個 很RAMY的配色啊 因為它就是 整體它們品牌的風格 就是走這個色系 就有一點 藕粉色系 還蠻有氣質的顏色 那我們就直接拿它來上演 我們會先沾這個顏色打底 再來使用這個顏色 畫在整個眼皮的位置 你們看它的霧面色 是還蠻好暈染的 而且粉質很細 然後下眼皮也稍微帶到 不是下眼皮啦 是下眼影 然後眼影主色 我想要用這個 有亮色的顏色 混這個有霧面色 眼頭也稍微帶到一點點 拿一支暈染刷 稍微暈染邊界 然後眼尾的部分 我想要再用這個顏色 再加深 那我還就是比剛剛這更小一點 你們看它連它的深咖啡色 都是掉到歐種掉 所以它一整個色系 是非常的和諧的 然後整體妝容就會看起來 比較精緻 比較漂亮一點 下眼影的話 再加這個顏色 然後跟上面眼影 稍微把它連起來 眼中的打亮色 我要用這個 白色閃亮亮 欸 跟我的指甲好像有你搭喔 它這個亮片色裡面 是有綠色粉色啊 紅色的小閃粉在裡面的 臥蠶一樣用剛剛這一個顏色 臥蠶的部分啊 我會再疊一點點這個 大顆粒亮片的顏色 發現韓系眼影很喜歡這種大顆粒亮片 那我自己的話是 比較還好 所以我沒有把它加在上面這邊 但是我覺得臥蠶的部分 可以適當的點綴一下 稍微點一下 像這樣子 但是你們看它大顆粒的亮片 其實也沒有到很大 算是偏比較低調一點的 然後是有一點偏光的 那像我這樣只有加一點點啦 就會看起來比較 恩 覺得你今天的眼妝 好像有一點小巧思 小驚喜的感覺 在介紹其他盤眼影盤之前 我想先把我的眼妝完成 所以我要用 Solong天生肌纖長睫毛膏 新出的顏色 棕色 來上給大家看 刷頭呢 一樣是這樣子 非常吸彎曲型的 你們看一邊刷完的效果 是不是就是很纖長 然後根根分明 而且它的棕色真的是正棕色 非常的漂亮 因為像其他品牌出咖啡色的睫毛膏的話 它真的就是偏比較巧克力咖啡色的顏色 那這個的話就是真的很溫柔的棕色 現在在這個光線下好像看不太出來 但是陽光下就會超級明顯 就會非常的漂亮 這隻睫毛膏也有在我去年的 年度愛用彩妝裡面出現過 我覺得它的持久度 還有它的捲竅都還蠻不錯的 而且我使用是不會暈的 然後顏色又漂亮 所以這個我還蠻推薦入手的 接著我們要介紹回來眼影盤了 我們剛剛用的是Mude的這一盤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的霧面粉質都還蠻不錯 然後亮片色也是屬於比較偏細緻的 再來呢就是裡面的深色 帶有亮粉的深色 我覺得它們呢畫起來都還蠻漂亮 而且你們都可以看到它們裡面是有帶一點點藕棕色的 所以整體畫起來是會比較溫柔 比較沒有侵略性的感覺 再來它的顏色實際上演也不會太深 因為它畢竟就是一個韓系的彩妝品牌 所以呢就算是新手想要畫這一類型眼妝顏色的話 也都會蠻適合使用的 整體來說我是還蠻喜歡的 接下來是類似盤 就是ETUHOUSE最新出的眼影盤 那這一盤的色號是Cashmere mauve 然後這一盤裡面呢主要是有六個眼影色 以及這一個是腮紅眼影兩用的顏色 這一盤我自己昨天是拿它來上演 我覺得我用起來很喜歡 旁邊 doin authors 旁邊我昨天是 класс的 Mart 我覺得大家好 幾天老父 我今天開幕開幕那 Unt Subscribe 先去找一個雲 對 我尤其喜歡的是它這個珠光的顏色 你把它當作主色暈染起來是非常的漂亮的 然後整體它的深色霧面色呢 上眼睛也不會說很難暈染 就沒有像歐美系列的眼彩盤那麼好暈 可是至少呢它是也算是比較不會失手的眼影盤 唯一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它的這個腮紅色其實算是偏淺 所以呢會比較不適合健康膚色來使用 不然的話這一盤整體來說我覺得也是還蠻漂亮的 亮片色就是以往ETUHOUSE會有的亮片感 就是韓系亮片的顏色 比較稍微稀疏一點 但是又是那種細閃的感覺 這兩盤的色系呢 是稍微比較有點類似的 但還是不太一樣 這一盤會更適合健康膚色來使用 那就看你們比較喜歡盤中裡面的 哪個顏色再去做選擇 接下來這一盤是 ETUHOUSE虎年新出的眼影盤 它其實還有腮紅 像去年我不是有介紹牛牛盤嗎 因為去年是牛年 今年其實它裡面的配色我沒有到很喜歡 可是因為是護眠 因為我是屬虎的 就覺得一定要收 而且它的包裝 它怎麼可以把老虎畫得這麼可愛 它的外包裝就是這樣子 霧面磨砂版的壓克力盒 再來裡面呢 我選的這一個色號是偏橘粉色的 那這一盤一樣比較可惜的一點是 你們看它的這個比較特殊的顏色 黃色啊 然後 螢光粉 螢光橘的這一種顏色都是比較偏淡的 所以說 假如說你不是真的很白肌來使用它的話 畫起來可能會比較髒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好看 但是下面的這種深色啊都還是可以 還有它的亮片色也都是還是可以的 所以 如果你喜歡它的配色 還有如果你是疏忽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去入手它的 那最後一盤眼影盤就是 Solong的專屬定製特調眼影盤 新出的色號是6號 其實它是新出的兩個色號 5號跟6號 但是我就是被它6號的名字給吸引 這個色號是叫五叉時光 然後我覺得它裡面的配色真的都很會去名 它這個就叫做什麼格雷奶茶 然後燕麥還有什麼拿鐵的顏色 就是聽起來非常的好吃好喝 再加上它的調色呢 是偏比較這種茶棕色系 你們看一般開架的眼影 是比較看不到這種茶棕色系 而且是適合亞洲人的眼睛的一個配色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一盤畫起來是非常的溫柔 而且是還蠻好暈染的 新手也可以駕馭的 在粉質暈染力上面啊 我覺得都是有對得起它的價錢的 所以如果喜歡這一盤的人 是非常可以收的 最後最後我這邊有一款 Romaine的唇泥 它是前陣子非常紅的 現在應該還是蠻受歡迎 討論度還是蠻高的一款 那我總共有6個色號 那我這6個色號呢 不會全部上唇給大家看 我只會上可能兩個 我比較有興趣的顏色 那我就上4號跟7號好了 先來上個4號色 你們看它的唇泥質地啊 是不是一圖上去 這邊就有這樣一塊 就很像是你自己的屎皮 但是明明它就是 它唇泥 它不是我的屎皮 但是它其實推開之後就 還好就會不見 但是這支我真的要塗超久的 因為它一次 上來亮 沒有到很多 嘴唇又比較厚 你用手去推開它的時候啊 就會有一種 泥化卡在你嘴唇上的感覺 然後到最後它就會變得 非常的輕薄 然後 蠻霧面的感覺 我覺得它還蠻沒有存在感的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厚重的唇釉的話 就會蠻適合的 我現在擦的這個顏色是 紅棕色 就是一般大眾 接受度非常高的顏色 然後它也是很顯白的 現在嘴巴上擦這個色號是 7號色 然後它是帶紫調的 玫瑰豆沙色 那這個顏色也是還蠻顯白的 而且是韓妞很喜歡 擦的顏色 那我對這款Romaine的 唇泥的使用感受 我是覺得 它用起來是還蠻 絲滑舒適的 它沒有那麼的 偏 泥狀質地 因為我有用過另一款是 Into You的 就是一個大陸的 彩妝品牌的 唇泥 它真的就是 非常的泥 但這個的話 還是有一點 絲滑霧面的感覺 就比較 兩個質地還是有一點差的 這一款呢 我是覺得它沒有到 非常的 沾杯的 就相比剛剛那個 佩莉佩拉的 唇釉的話 這一款的 實妝度是會再更高的 所以如果 你有喜歡的顏色的話 這個我是覺得 可以收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這次的 彩妝新品的影片 希望我以後每個月都可以 生出來一支 因為我現在真的是要 有興趣的產品 我才會想要拍 然後沒有興趣的話就算了 因為加上現在我真的 要上班 就還蠻忙的 我今天也是 好不容易休假了 然後我等一下要去 吃飯之前 趕快找個時間 把它們拍一拍 對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對你們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